乔探拿到第一个三连棍之后 选择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结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 12寸的大彩店不停轮拨 他在棒球场上的求是 可突如其来的一条消息 让昔日的篮球之神 心中再生波澜 昔日胡人的摩当家 此刻性跪在尽头之前 诚恳的哀求 迈口回来 乔探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在自己归隐的这一年半载 奥拉猪虽然打出了一个梦魂般的赛季 但NBA的总决赛收视率 却一夜回到十年前 公牛队的上座率直接拦腰截断 耐克的年销售额萎缩30% 美国故事大跌 华尔街跳楼的人接二连三 热烈的思绪涌上心头 风神路上的点点滴滴 如幻灯片在脑海里浮现 与坏孩子军团的缠斗 从魔术师手里经过十大的全战 终极空战 击把滑翔机 紫金之巅 血沾查尔斯飞出局势 然后乔丹说出了那句让全民疯狂的话 I'm back 复出后的首战 是面对夺命刺客领衔的步行者 米勒两眼放光地对他说的 好你的鲁蛋 我们之间还有仗没算清楚呢 此刻神批45号的乔丹只是笑了笑 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收拾旧山河的时候 但他不知道一旦重返赛场 他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公牛队千辛万苦挖来了欧洛巴魔术师 这场比赛光顾着看乔丹了 甚至都忘记自己也在比赛 而就在乔丹完成抢端后的一条龙上篮之际 印第安大球迷突然临阵倒戈 送上了全场比赛最热烈的喝彩 最终公牛队还是输了 乔丹28头击中铁出天际 但姿势依然美如画 一个星期之后 乔丹在对着老鹰的比赛中 26头14中拿到32分 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 亚特兰大的球迷吸住几力 为乔丹在最后时刻绝杀他们的主队而欢呼 乔丹竟握着拳头 然后担心跪地敲了敲地板 芝加哥的第二次王朝 正式拉开了虚目 杀死总冠军的是冠军本身 当你拿到了冠军 就不会再愿意领低薪做配角 没日没夜地虐待自己 公牛队一直如此 当乔丹复出的时候 这支球队正在争夺一张季后赛门票 皮鹏在92年总决赛 拿到一份七年的成员后 遇到工资帽大涨 如今队初来乍到 年薪就是他三倍有余的库克奇 满腹牢骚 波勒斯格兰特如今已经加盟奥兰多魔术 成为芝加哥重塑辉煌的心腹大患 为了补强内线 总经理克劳斯甚至想拿皮鹏 去交易超音速的野兽大前锋 萧恩坎普 不过乔丹回来之后 一切又重回正宫 复出后的第十天 乔丹突袭麦迪军花园 对着诺木金刚和斯塔克斯 就是一顿独头 接触员马夫阿尔伯特 一眼看出了蹲 他想拿50分 不 是60分 首阶战马 乔丹十一头九中拿下20分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 一个阔别赛长21个月的人 能在短短十天之内做到这一切 我只能说 就不能把他当人看 上半场结束 乔丹拿到了35分 不过他依旧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下半场仅仅得到20分 乔丹复出后的17场比赛 公牛赢了13场 离东部第五的战绩挺进季后赛 与西部第六的火箭割海相貌 但当时仍有那么一群人坚信 两支处于下半区的球队 会最终会是总决赛 公牛首轮对手是夏洛特黄峰 那支莫宁和大妈约翰逊还没有反目成仇 内线优势相当明显 只是季后乔的威力实在过于炸 在比蓬因犯规危机 全场只得8分的情况下 乔帮主硬是用一场48分九篮板8助攻的表演 先拔头筹 虽然莫宁和大妈奋力扳回一城 但库克就回到主战的连续爆发 帮助公牛3比1竞技半的决赛 在后帮主释放出一个信号 连颇老矣 尚能飞天遁地 然而正在暗中观察他的魔术队后卫 尼克安德森却给出了自己看法 曾经那个23号可以随便碾压别人 可如今这个45号 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这是篮球之神最离谱的一场比赛 他居然在过掉安德森之后选择了降速 结果被对手完成抢断 然后狼狈倒地 魔术队趁机反超了比分 而乔丹又在最后一攻甩锅皮棚 造成传球失误直接葬送了比赛 赛后完成抢断的安德森高调地宣布 45号确实步入23号 帮主哪里受得了此番挑衅 连夜取下了自己的23号战袍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分别看下38分 40分和39分 只不过魔术还有个奥尼尔 公牛队缠弱的内线根本无法阻止 他肆意妄为 五场战霸 公牛队2比3落后 关键的第六战 乔丹体力不足的隐患彻底暴露 十九头八重的他 再也无力拯救公牛与水火 在踏步活塞铁通阵以后 乔丹第一次输掉了系列赛 已因此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 内智恶魔 秋仔细 乔丹找到飞猪爵士和怒目金刚 重足早餐训练营 但是巴克里没过多久 就骂骂咧咧的离开了酒馆 我要是能想乔丹那么刻苦 早他们一统江湖了 乔丹也许并不是天生的自虐狂 但他的好诚心容不得任何一次失败 安德森所说的那番话就像梦魇一般 深深地刺痛着他那偏执的神经 而就在与此同时 总经理科劳斯为了补强球队内线的短板 也在日夜奔波当中 其实尤英和巴克里都是很合适的人选 得其一可安天下 只不过这两人都是名闻不划的主 他们虽然私底下能与帮主拔酒言魂 但对于总冠军的理解比较狭隘 靠走捷径夺来的冠军不是真正的总冠军 再来想去 唯一的人选便是那个刚刚被马茨扫地出门 如今正在家里埋头写字传的 钱坏孩子军团的余孽 他是联盟最臭名昭著的刺头 野鸡大学出生的篮板球怪兽 亦是乔丹和匹鹏昔日的死地 克劳斯心里没谱 就去询问禅师 别看菲尔杰克逊平日里道貌安然 骨子里也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嬉皮士 他觉得引进这位前最佳防守球员没啥毛病 克劳斯还是不放心 又去征求了乔丹的意见 帮主则说 让他抢好那该死的篮板 剩下的交给我 罗德曼的自传叫《像我想象那样坏》 书中法则恢复的 抒发了对坏孩子军团的思念 以及对大卫斯特恩打扬搏击篮球的控诉 反复强调联盟最脏的球员是斯托克顿 顺便讽刺了马自娘炮一样的穷风 当公牛队找他去面试的时候 罗德曼原本是拒绝 因为此时他还认为 芝加哥那个鲁蛋是打散坏孩子家庭的元凶 罗德曼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只有1米75 在机场当保安的时候涨到了2米01 但因为手脚不干净而蹲了橘子 20岁才开始学打篮球 25岁参加NBA选修 种种魔幻的经历连剧本都写不出来 直到遇到了查克老爹和大哥兰比亚 从小缺乏父爱的罗德曼 才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后来通过与麦当纳一天的深入交流 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渐完善 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 上将要是个爷们就应该自己去搞定打篮 这个决定导致他与马自管理层彻底决立 甚至险些葬送了他的篮球生涯 但也因此有了一个和乔丹兵士前线的契机 这文查克老爹所言 小罗对篮板书记有些偏执 但他很努力 也很听话 当然前提是你能够说服他 蝉吃虽没太多的战术 所谓的三角进攻也是主攻劳温特发明 但是在驾驭人心这方面可是他的特长 经过短暂的会面 罗德曼放下了戒心 并且明白了自己的任务 抢下那该死的篮板 然后传给那颗鲁丹 当然 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情况下 优先考虑第一项 于是95至96赛季开始前一个月 公牛向马斯提出了交易申请 中锋维尔佩尔多 和丹尼斯罗德曼 马斯早就想清理这个字头 于是爽快地答应 媒体时间也摸不着头脑 他们试探性地问了问皮鹏 除了罗德曼之外 你们就实在找不到别的人选了吗 皮鹏沉死了片刻 也不是没有 但我不确定 蓝币尔是否会复出 然后公牛铁三角 正式组建完毕 一场引发江湖浩劫的复仇行动 就此大响 三角进攻到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术 还是禅师驾驭人心的靶性 故事要从1995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乔丹即将年满33岁 罗德满34岁 哈珀和皮鹏也都过了二厘之年 中锋朗利27岁 但2米18公分的身高 限制了他的移动能力 所以那只横冲直撞的公牛 不得不放慢脚步 而两年前 以以求在手天下唯有的乔丹 则重新开始思考三角进攻的意义 三角进攻其实并不是禅师发明的 而是由老温特在1962年提出并完善的 这是一套典型的寻院派篮球战术 一旦进攻三角得以建立 那么就一条通往低位的传球路线 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个战术的本质并不复杂 但是要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需要以下两个必备环境 一是拥有无解的低位单打高手 二是执行这个战术的三名球员 同时具备高超的篮球制胜 确保他们能够随机应变 永远牵着防守者的鼻子走 所以相比挡一下就头 三角进攻需要大量的谋合时间 因此习惯了挡拆战术的铁肘油拆 始终无法融入这套体系 但是罗德曼仅用了15分钟 就无识自通 其实鹰鹉虽然是个问题人物 但他确实是个篮球天才 而且坏孩子军团与公牛纠缠多年 乔丹在适应鲁弹法则 活塞以再研究三角进攻 所以当联盟意识到 罗德曼就是铁三角最完美的拼图之后 一切都太迟了 重整齐骨的芝加哥人 用一波脆酷辣瘦的连胜 开启了新的征途 直到他们遇到修塞器 疯狂增重9公斤的便是哈达威 才吃到了赛季首场败仗 那一夜 哈达威像进了年轻时的乔丹 手段极其残忍 动作却无比飘逸 不愧是让麦迪疯狂迷恋的奥兰多一号 但正是哈达威的爆发 给公牛队敲响了警钟 罗恩哈铺 从一名得分手 转型为纯防守球员 他与乔丹批捧 一起组成了历史最恐怖的外围封锁线 至于内线 你可以永远相信櫻木 公牛队当年是如何做到单赛季72胜的 95-96赛季被公牛队在第三届逼疯的球队不计其数 这群平均年龄31岁的老流氓们 在经过上半场的热身之后 会不谋而合地撕开伪装 暴露出他们穷凶极恶的真面 列上开始 脚蛋率先发动神威 绝大部分对手都受不了这种恐吓 不由自主地往两个底角移动 然后 调进公牛队精心布置的陷阱 无论是皮鹏还是哈铺 他们都是联盟定级的外线封锁者 而罗德曼会四季而行 联合他们对猎物实施包架 而乔丹和另一侧的防守人 迅速缩小包围圈 让猎物插翅满好 当然公牛队的另一个底角会轮空 但这正是他们最杀人的地方 明知道那里有一个无人问津的队友 凹带步 去无论如何也别想把球传过去 一旦完成讲断 公牛铁三角 就会一往无前地冲向对方的篮筐 得手之后一边打情骂叫 一边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接下来又是新一轮的猎杀游戏 丝毫不会顾及对手的感受 对手当然是绝望的 他们被反复掠夺 反复被那几个三群老汉施暴 反复被罗德曼的小动作和垃圾化编尸 然后小丹会在退防时挑逗罗德曼 哎哟 不错哟 而罗德曼会像一个杀人狂魔般 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那当然老子可是个天才 三斜战霸下班打卡 即将崩溃的对手总算能爬出水面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但他一生太好终于结束了 当然那时候也并非公牛一家独大 他们也会偶尔被其他后枪抢走一场胜利 但接下来必将会变本加厉地夺回 随着公牛队拿到四十一胜三负的战绩时 七十胜的话题又被放了出来 但是乔丹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对他来说 记录早已经是身外之物 不过罗德曼却有些飘了 不断的连胜中心勾起了 他对坏孩子军团的回忆 然后在对新泽西的狩猎中彻底失控 对着裁判来了几头锤 努林六场竞赛 忙里偷闲的宣传起了自传 最终 芝加哥公牛用七十二胜十负 结束了常规赛 但乔丹却安静的可怕 因为他甚至如果不夺冠 这个纪录就将是NBA最大的笑话 奥尼尔眼睁睁的看着乔丹 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MVP 可是他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口说不出 那是1996年的全明星周末 奥尼尔非杀走势一班 拿到了25分十篮板 乔丹闲停进步地取得20分 按照全明星的惯例 小李英虎的MVP 可这一年 乔丹的光彩实在耀眼 以至于他十一中八梯间下班的那一刻 记者们就早就把票投了出去 虽然篮球之神并不在意这个奖项 但是奥尼尔不同 两年前被上将最后一场狂刷71分 抢走得分王后 他可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上处于新秀合同的 他太需要荣誉傍身了 而MVP的最高荣誉 自然是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奥布莱恩冠军 常规赛结束 公牛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七十二胜 铁三角同时入选赛季最佳一阵 乔丹展获生涯第八座得分王 七届得分王张伯伦 骂骂咧咧地退出群了 罗德曼连续第五年 蝉联蓝榜 库克棋拿下最佳第六人 蝉食首次成为最佳教练 而被乔丹唾弱气的死胖子克劳斯 也凭实力成为最佳走进 但是到了季后赛 公牛队潜在的隐患 还是逐渐暴露了出来 首轮面对曼阿密 拥有甲克充之称的另一个哈拿威 用它标志性的Killer Cross 打破了公牛队外线的绝对防御 首占独砍三十分 只不过公牛队很好的限制了莫宁 兵不血刃地横扫了帕特莱里的新农甲 此轮对着老对手尼克斯 他们的教练换成了那个 可以本色扮演吸血鬼的 姬夫反战点 这是一个不怎么懂进攻的 防守理念比来历更加偏执的家伙 首战下来 皮鹏 哈普 库克奇 合计三十投其中 乔丹因为背部晶轮两度下场接手治疗 赛好 乔丹说 这是他打的最烂的一场比赛 不过还是多得44分带队 迎向了这场角洲战 顺手临风的斯塔克斯 哈普说了句实话 当我们面临困境 就跳到乔丹的背上 他会带你飞过去 记者也恍然大悟 原来乔丹背部晶轮 是自己人造成的 乔丹的报复心有多强 冬爵遇到去年淘汰他们的魔术双子星 首战就狂胜了对手38分 曾经质疑乔丹已经老了的尼克·安德森 本场比赛七投零众 为他的生活无法自理 虽然奥尼尔拿到了27分 但是公牛队的中锋朗利 凭借一手稳定的中投出场13分钟 就得到14分 奥尼尔不上不下好不尴尬 你压你进来 朗利食指一勾挑逗道 牛逼你出来啊 罗德曼狂了21个篮板球 还用一通嘴盾 让奥尼尔欺乏至有一众 气得赛后奥尼尔朝媒体开炮 大虫子只会玩小花招 他根本搞不定我 带着一肚子火气 嗜血的鲨鱼在第二战 几乎把朗利活吞了 但是魔术的外线集体崩塌 公牛用他们最拿手的熟练游戏 将其赶入死角 然后抢断发动快弓 直接把奥尼尔架空了 只能无奈地跟着折返跑 强如便是也不得不承认 皮鹏一个人的压铺感 就相当于其他球队整条外线 而罗德曼是个不知疲倦的怪物 再加上乔丹和哈铺 只要他们愿意 打一百比零也不是这么难事 回到奥兰多的主场 魔术队本想一口苦可奇 不善打客场这个因素挽回劣势 而忽视了罗德曼这个坏小子 他早已想好限制鲨鱼的办法 体重九十五公斤的大虫 缠上体重一百四十公斤的鲨鱼 只见他左手右手都是小动作 右手左手小动作重播 上路摔拐子下路半马锁 还滴滴不休地向裁判打鲨鱼的小报告 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行为 让尚鱼心态崩塌 全场十九头八重九发一重 魔术进攻全面停滞 全场只得到六十七分 塞后罗德曼继续不到 小尚要想拿总冠军 得好好向我们学习才行 虽然第四场较量 双子星和力砍下五十六分 还把皮鹏限制到只得十二分 但还是被天生下分的小弹 用一场四十五分的表演 完成了横扫 魔术管理曾被打懵了 他们一个夏天都没有混过神了 然后在奥尼尔是否该拿意愿合同 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质疑 结果被胡人空手套走了鲨鱼 但那都是后话了 有人说当年七十二胜的公牛 并不是那个赛季最强的球队 这个看测世界特级抬杠运动员才能说出的话 其实并非毫无逻辑可言 因为当年在疯狂西部拿到六十四胜的超音速队 或许才是乔丹六个总冠军中遇到的最强团队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首套佩盾 让乔丹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差的总决赛效率 暴力野兽大前锋女人坎普 正至生涯最巅峰的阶段 他的扣篮不仅为了得到两分 更是为了赤裸裸的羞辱对手 再加上一帮出色的角色球员 以及板凳匪徒 他们从系列赛第一战就把公牛逼入了绝境 如果说2010年的总决赛的第七场 是恩贝利史上最铁血的防守大战 那么这一轮系列赛就是史上最强肉搏战 乔治卡尔靠着平均身高2米10的风险群 曾在系后才两度把金武门的梦当家打出内伤 而那些原本就进攻疲软的公牛 他们还缺乏稳定外线支持 至于常规赛拥有五成三分命中力的史蒂夫科尔 面对这样巅峰局几乎连蓝框都看不见 于是公牛队只能依靠被戴上手套的乔丹力腕狂蓝 战况愈影愈烈 即便是神功盖世的乔帮众也几乎快要窒息 超音速队似乎找到了对抗神的方法 但接下来的一个突发情况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只见天才鹰幕走到布里斯克考斯基面前说道 你是男人吗 是的话就打我 老实的布里克考斯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直接把罗德曼赶翻在地 结果被裁判吹了技术犯规 他连忙解释道 是他叫我打他用平茶吹我犯规 裁判感觉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 于是又给了他一个技术犯规 靠着这个插曲 公牛建立起了微弱的领先 但驾不住鱼人坎普突然爆发 单捷砍下12分 还让罗德曼吃到了第5次犯规 关键时刻 最佳第6人库克奇 找到了瞄准镜 用一记3分和一记3加1 帮助公牛队拿下手势 只不过公牛队遇到的麻烦 才刚刚开始 罗德曼的防守能力用纸面数据很难体现 因为再专业的统计员 也弃损不出对手的心理阴影面积 96年总决赛 公牛拿下第一场之后 超音速足教练乔治卡尔 说罗德曼在蔑视篮球 但这样的攻速并不会让鹰木有所收敛 而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接着上半场与手展如出一辙 公牛队46比45领先一分 然后罗德曼毫不客气的 单紧怒抓7个进攻篮 顺手拿下8分 帮助公牛队建立起了两位数的优势 但乔丹下半场手感冰凉 11投进入2中 超音速不断蚕食分差 在比赛最后12秒 8比分坠到88比91 随后用犯规战术把皮蓬送上罚球线 重压之下 皮蓬两把不中 可惜啊突然 刚刚看到一点曙光 就被罗德曼的大手无情剥夺 他找到创纪罗德弹场第11个篮板球 也是本场比赛的第20个篮板 最后用两打一中送对手上攻 系列赛2比0领先 公牛队似乎已经胜圈在握 但罗恩哈铺的受伤让系列赛斗声悬念 可是缺乏总决赛经验的超音速 此时的心态已经崩了 羽人坎普在计算出场42分钟的情况下 只得14分白加5次示威 公牛队早早地确立了领先 而罗德曼依然没有放弃他的表演 可怜的布里克考斯基又被他盯上 等球灯罚球之际 天才鹦鹉背着双手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满脸都是不坏好意的笑容 怎么 你又想挨打 罗德曼轻密地回答 你的拳头太软 就想被蚊子钉了一枪 布里克考斯基当场心态爆炸 一把放倒了罗德曼 罗德曼轻容之后继续嘲讽 怎么 还有蚊子 最终布里克考斯基忍无可忍 在抢卫时 对罗德曼恶意犯规再次被驱逐出场 谁能想到 六年前联盟为限制 坏孩子军团实行的恶意犯规 如今仅成为了 罗德曼杀人于无形的秘密武器 随后罗德曼又顾忌重施 让坎普领到了个人第五次反规 胜负彻底失去了选拟 大比芬兰到3比0 芝加哥人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香槟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 发生了 佩顿是NBA第一个拿到最佳防守球员的空球后卫 但除了外向封锁者 他更是一位以亮打环保著称的垃圾化高手 新秋年就对喷乔丹的人没有几个 佩顿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以刚买了法拉利为由 去找帮助交流经验 其料被乔丹一卷 我的法拉利是厂家送我 对得无底自容 后来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垃圾化也变得越来越恶毒 96年总决赛第四场 佩顿在0比3落后的绝境下 放手一搏 首截拿到8分3助攻 而公牛对第一截全队只得9分 夏图人因此士气大振 第二截又追着公牛一通暴揍 半场结束时 以53比32领先 帮主本想在第三截接管比赛 带着面对佩顿的死缠烂档 全场19周只有6周 公牛惨败 两天之后 潮英苏又如法炮制 佩顿贴防桥丹 其他身高必长又行动敏捷的风险群 释出铁锁连舟之际 把公牛队的三分球限制到23投3中 公牛以78比89再折一阵 第六场回到芝加哥 其实就等同于最后的决战 因为如果让超音锁连下三成 那么心态崩塌的就是公牛队了 等等 心态崩塌了 这真是抑郁惊醒了罗德曼 决战开始 荧幕半场墙下9个前场的曼 帮主公牛以45比38领先 没听错 就这样公牛队也只领先了7分 乔丹在这一场被首套限制 到了全场19投只有5中 所以今夜注定属于天才阴幕 雪花四线的下半场 罗德曼先是怒斥一掌 造成霍金斯进攻犯规 紧跟着跑到裁判面前告状 超音速这群坏小子浑身都是小动作 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 向来是得分为粪土的罗德曼 突然连得5分 接着又朝堪普的耳膜 使出一痛嘴盾 堪普作为史上最暴力的野兽大前锋 要是能控制脾气 绝对能入选名堂 可是他忍不了 最终在罗德曼的欢送下 愤然离场 最终 公牛以4比2夺回了王座 乔丹拿到了生涯第4座总决赛MVP奖杯 而一年前被联盟唾弃的坏孩子 彻底成为了芝加哥的宠儿 乔丹从更衣室库完出来 举起了圣牙第4座冠军奖杯 这一天是父亲节 他用重回王座的方式告慰王父的在天之灵 也再一次成为全联盟的目标 修采齐风气云涌 巴克里加盟休斯顿 奥尼尔西游洛杉矶 木铜博入驻老鹰 而1996年的选秀大会上 又涌现出了一批激傲不驯的新人 他们从进联盟起就瞄准了帮助手里的权杖 相比之下 公牛铁三角又老了一岁 他们还引进了43岁的老球长 卢伯特帕利斯 一下子成为全联盟最老的球队 最关键的是 一毛不拔的克劳斯给罗德曼提供了份 年薪900万的合同 然后在续约乔丹时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乔丹过去为公牛队效力了12个赛季 总共拿到了2700万的通工薪水 但现在克劳斯准备给他2000万 那时候一支球队的工资帽是2436万 但是效力三年以上的球员会自动拥有鸟拳 也就是不记住工资帽的博德条款 当时联盟工资最高的游鹰1872万年薪 所以克劳斯给乔丹2000万也算人质易尽 可谁也没想到 财大气粗的纽约黑帮 直接给帮主递上了一张空头支票 虽然他们的工资帽只剩一些200万 但老板还额外奉上了一份1500万的洗来灯代言 没有退入可言的工牛队 只能硬着头皮给乔丹签下了一份 年薪3014万的合同 而这也成为了两年后 工牛队贱卖冠军班底的导火索 当然球迷才管不了这么多 他们只想看乔丹打球 而乔丹只想拿更多的冠军 为了继续站在世界的顶顶 乔丹把自己那套自虐式的训练方式 变本加厉的强加给队友 结果引起了老球长帕里是不满 在一次训练中 乔丹由于嘴泰毒激怒了这位绿山军民宿 巨无霸的声音压下黑色楼台 恶狠狠的说道 你少跟我来这套 在你拿冠军之前 我早就是冠军了 帮主听完并没有动气 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 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 现在 这句话是属于芝加哥工牛队的了 曾经有个新秀洋言要打爆乔丹 它不是科比 也不是艾弗森 而是拜伦拉塞尔 也就是98年总决赛 用世纪一衰和乔丹 以及公牛王朝 永远绑定在一起的爵士民宿 故事发生在94年 刚进联盟的拉塞尔 朝乔丹隔空喊话 你为什么退役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能防住你 如果让我看到你穿上运动裤 我将大爆你 后来 乔丹王者归来 在96年 为芝加哥带回了奥布莱恩杯 接下来的一季 全联盟都在异想公牛铁三角 与火箭三巨头会是总决赛 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阳湖城 96至97赛季 公牛队开局12连胜 就在征战阳湖城的时候 载了跟头 铁肘油拆36分15篮板 斯托克顿12分13助攻 把拉塞尔留9头7中的表现 那时候媒体还不会把拉塞尔当回事 西部的火箭在赛季初 一度打出了21胜2负的奥人斩计 但没多久 他们就因为伤病掉队 紧跟着公牛在018分的情况下 被无人翻盘 踢步出场拿到5分的科比赛后 直接堵了公牛队的大门 逼迫帮助把毕生所学全都传授于他 但最过分的 当初飞成哪个六英尺壮 一进联盟就大放厥词 在一对一中 没有人能防住我 通常情况下 像这样的司徒 根本不用帮助亲自出手 就会被各路诸侯教训的服服帖帖 但这个家伙却不一样 他以新秀之姿 把十八路诸侯给晃得神魂颠倒口吐白目 那时节 有一位狂人鸣 斯普雷威尔 职业生涯第二年 就入选了联盟最佳一阵 但却在与费城达安交手之后 捂着脚踝前来向乔丹哭诉 帮助大人 可得为我做主啊 乔丹不得不出手 可是这家伙却越挫越强 最终在赛季第三次交手时 费城达安火力全看 把哈魄和皮鹏 戏耍得团团转步说 还用一招画叠穿花布 把帮助也晃得烈进 赛后 一向傲娇的乔丹 出人意料地放下了架子 对艾弗森赞赏有加 或许他从九六一代的年轻人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也代表着 他的心智更加朗朗 未来是你们的 但是我不给 谁也别想抢 皮鹏曾羡慕过乔丹和罗德曼在芝加哥的人气 一个是至高无上的篮球之神 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浑石魔王 江湖上一直有 公牛惧怕有超级中锋的眼力 但其实在引进罗德曼之后 他们甚至会有意 让对方把球交给中锋 然后掉入他们的战术陷阱 比如九六年十二月 身披胡人战袍的奥尼尔 再次与公牛狭路相逢 半场就在温宁顿头上狂卡二十三分 下半场一开始 又连得四分 是要报去年冬决的遗简之筹 为难之际 罗德曼一把掐住温宁顿的后背 兄弟 你受伤了 剩下的交给我 然后之前残暴无比的大赛鱼 突然之间 就变得不会打球 好不容易有了个扣篮的机会 结果被鹰幕恶意犯规拍了下 非常普通的常规赛 打出了总决赛的效果 奥尼尔 在罗德曼的挑逗下 迷失了字幕 剩余时间一分未得 原本领下二十多分的湖人 也被公牛拖住加十赛 最后三十秒了 公牛一把猪比马二十三领先 湖人三分不中 抢到关键篮板的罗德曼 在空中喊了一个暂停 确保了公牛队的球却 恼羞成怒的奥尼尔狠狠推了一把罗德曼 这也让坏孩子回想起了 打架带个球的 蒸肉碎鱼 扑上去就要干 乔丹皮蓬剑是不妙 联手使出强人所难 好歹是将罗德曼给制服了 避免事态进一步失控 架没打成 但是罗德曼的嘴巴却不会消停 如果我是虎人老板 绝对不会给一个下半场 只得四分的家伙 开出千万年薪 奥尼尔听完原地爆炸 我奶奶跟乔丹一起 也能拿做冠军 不过櫻木虽然是个天才 但体内始终流淌着坏孩子的血 你让他一个赛季不犯事 他会憋死你 于是九七年一月 罗德曼在对着明尼苏达的比赛中反病 一位摄像师正像往常一样捕捉 櫻木平行就球的经典镜头 却突然感觉 腹骨钩传来一阵剧痛 当场倒地不起 罗德曼因为这一串被禁赛十一场 而公牛队 也因此 停下继续追逐七十升的步伐 乔丹也玩弓箭术 那是1997年的季后菜 帮助叼着一根四十厘米的雪茄 闯进了华盛顿子弹队的更衣室 喂 今晚你们谁放我 史上最华丽的大前锋韦伯 回头看了看子弹队的后卫 贾尔伯特 潜尼 此时他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然后公牛队并不血刃地拿下手撑 乔丹29分八篮板八主攻 感觉还没发力 对手就已经倒了 只是不知道子弹队教练用了什么腰法 秦尼在第二场突然爆发 开场六投五中之后 还跑到乔丹面前吹嘘 今晚就让我来会会呢 乔丹鬼魅一笑 然后用各种花式吊打 统治了剩下的人赛 全场爆刊五至五分七篮板 赛后还忘给助教老温特道歉 对不起 我被激怒了 所以一时忘记了三角进攻 不过虽然首轮横扫了子弹 但皮鹏却在一场拼枪中弄伤了后背 而罗德曼又在东部半决赛玩火自焚 频繁受到犯规困扰 让非洲大山在芝加哥偷走了一个主场 乔丹与穆大叔所有过节 流传千古的闭眼罚球 就是为了欢迎这个40岁的新秀来到NBA发展 当然穆大叔也是个硬汉 他凭借登峰造极的铁沙掌 在江湖上声名雀气 还率领丹佛矿工 完成了世上第一次黑帕奇迹 就此申请摇手指专利 而就在97年的全明星赛上 穆大叔还一直吹嘘 帮助从来没有在他头上完成过扣篮 一旁的油音都看不下去了 迈克扣他压的 于是在这一年的结合赛场 乔丹终于抓住机会 趁穆大叔补防不及 兑现了诺言 并不惜付出被罚款的代价摇起了手指 不好意思 年薪三千万的人就是可以为所欲 这场比赛之后 公牛队以4比1挺进东部决赛 面对帕特莱莉全心打造的铁血热火 之前五场比赛三次被驱逐的櫻木 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节奏 他和莫宁从场上打到场下 打着打着热火就没了 芝加哥公牛在过去七年之中 第五次打进了总决赛 而此时却有两个惊人的消息在等着他们 一个是好消息 一个是坏消息 公牛队正在冲击第五做总冠军 老板却在筹划重建球队 就把总经理克劳斯满库 老板雷恩斯托夫虽然表面上不说 但是菲尔杰克逊执意进入管理层的想法 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底线 所以清理禅师早就为他提上了日程 公牛队重返总决赛那一刻 管理层就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夺过了就静观其变 可一旦输球大就呵呵了 所信的是公牛队最大的假象敌 拥有豪华三巨头的火箭队 在西决被斯托克盾给绝杀了 炎湖成教父杰里斯隆 率领爵士兵临芝加哥 公牛队主场上空还悬挂着 他球员时期的四号战炮 那时候他是球队最出色的防守兼兵 亦是全明星赛上的犯规之王 而如今他带着犹他双杀故地重游 目的却是抢走属于芝加哥的工作 1997年的总决赛 是一场由平民向神发起的挑战 炎湖成位于科罗拉多高原 向来不被球星殆尽 昔日的内线守护神马克伊顿 是他们从契配场找来的一名修理工 虽然至今保持着 NBA单赛系厂居5.6封盖的神迹 但在霍纳赛克加盟时 就因伤退役了 至于霍纳赛克 他原本只是一个会计 靠着父亲打点关系 才进入了NBA 不过此时的他 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外线输出点 然后是铁怪力斯托克顿 他在助攻上的成就前五股仁后来着 但与他同时习近记的球员 却只记得他那多如牛毛的小动作 罗德曼一看到这个身高1米85 体重77公斤的小后卫 就气不打移除了 当然我们不得不提防他身后 站着的那位铁肘油差 这是一个没事就背着降落伞跑步的魔鬼筋肉人 他和斯托克顿 奥克利 以及罗德曼的大哥兰比尔 并称90年代四大恶人 总而言之 这轮系列赛下来 鹰幕不死 也得拖两层皮才行 马龙之所以叫做尤差 一直因为他职业生涯很少缺琴 就像尤差一样勤恳 而是因为他的得分朴实乌华 就像尤差把信封投进尤箱那么简单 97年总决赛第一场 虽然马龙在罗德曼的死缠烂打下 前十一头只有三中 但他硬是在后面十一头七中 拿到二十三分十五篮板 中场前九秒 双方站着八十二平 马龙又拨得罚球 芝加哥的第一个主场 一眼看就要沦陷 皮蓬突然想到了什么 跑到马龙身边提醒到 邮差周末不上班 这一句诅咒 导致马龙两罚不重 二球他反手就把杨年 要打爆他的布莱恩拉萨 一通戏闯 然后独秒绝上 接下来的第二场明平呼吸 芝加哥以九十几比八十五 再下一撑 乔丹上半场就好取二十分 马龙虽然全场拿到二十分十三篮板 但二十投只有六中 眼看爵士 并不具备视神的能力 媒体开始把矛头指向十三投四中 值得十分的批蓬 那时皮尔爷还拿着年纪二百八十三万的同工合同 并且时常陷入交易流言 再加上之前的被伤 完全没打出史上最强二当加应有的表现 于是总决赛第三场 皮鹏投进了七级三分桥 全场二十七分四篮满四助攻 但胜利者却是绝世 又让他们不惜放空三分线要包架乔丹 让帮主只得到了二十六分 第四场 双方斗得天昏地暗 中场前四十四秒 斯托克顿抢到一个宝贵的后场篮板 在满场飞奔的人群中精准锁定了马龙的位置 上演了一级贯穿全场的助攻 炎湖城的球迷疯狂 此前从未感受过总决赛气氛的他们 纷纷走上街头撒鸡血喷白酒 誓要捍卫最后一个主场 乔丹一边嘲笑这些没见过世面的香巴佬 一边点了份披萨当宵夜 然后在凌晨三点从梦中清醒 上吐下泄不亦乐乎 没错 《流感之战》这个剧本 属于后世的德国老司机 乔丹当时拿到的是 食物中毒 这是乔丹拿命拼下来的一场比赛 如果他在这里倒下 公牛王朝将不复存在 因为赛前食物中毒 乔丹开场根本无法进入状态 被决士直接打出了23比9的冲击波 罗德曼的小花招已经逐一被马龙划解 带着卫生出战的披风自顾不暇 而公牛队老板早就做好了球队不夺冠 就原地解散的计划 所以对于此时的乔丹而言 行也得上 不行也得上 第二节开始 乔丹开始用意念接冠比赛 在投云研花的状态下 命中跳投 完成快攻 还完成了一记补扣 但竟跟着他 又没有力气了 只能豁出性命的去找身体接触 然后走上阀球线 并靠着肌肉记忆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十法九中 半场战霸 公牛队把分叉缩小到四分 乔丹不停地给自己灌水 弥补大量流汗所消耗的水分 但这种做法又会加速电解质的流失 但他没得选 只要比赛不结束 他就得继续战斗 由他双刹向来 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狠角色 他们在第三节只让乔丹得了两分 但重置成城的公牛队 还是用亡命式的防守咬住了分叉 七之一比七之七 比赛进入最后一节的决斩 乔丹还在持续流汗 身体几乎已经处于 脱水状态 完全凭借意志力在支撑 他飞不起来 但是中途依然稳如老狗 中场前47秒 乔丹用一次拔球把比分追倒85平 但第二发并没有投进 鹰姆发了风一样去争抢篮板 但是却被马龙死死地卡住了身体 幸运的是 篮球最后鬼使神差地回到了乔丹的手证 帮助已经透支了 他把球传给了内线的批棚 拉萨尔也看出了端倫 于是跑去帮助霍拿赛克包夹匹棚 然后篮球再次回到乔丹的手上 在几乎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乔丹三分出手一剑封喉 赛好 乔丹倒在了匹棚的怀里 此一 他出仗了44分钟 拿下38分 其中15分来自第四季 几天之后 乔丹在季六又一股作气拿下39分 然后在最后时刻助攻科尔完成决山 公牛队如愿得得第五座总冠军 但一个不速之客的闯铸 破坏了他们的欢庆之夜 功高震出 这四个字放在篮球领域或许有些违和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乔丹身上 那就十分合理了 再拿到队史第五罐的那个夜晚 乔丹一如既往地伸出了五根手指 同时也颇有深意地举起了一个拳头 这意味着他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 而是积蓄自己的千求把业 作为他的对手 此时内心是绝望的 而作为公牛队的老板 此时田里面呆着点酸 我都还没有跟他许约呢 他哪来的自信在这号令天下 于此同时 一名小偷沉乱潜入了公牛队的更衣室 把帮主的私人物品细节一空 其中无法钱包 项链 劳力士 以及结婚戒指 还有他特意用来庆祝夺冠的大学家 乔丹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 把联合中心提款骂了个底朝天 然后当着老板的面摔满而去 欢清之夜就这样泡汤了 乔丹接二连三地离开 只剩下兢兢业业的罗德曼 一手提着香槟 一手抱着刚认识的新欢 用自己的方式收获夺冠成果 这是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夏天 乔丹还是得到了3314万的年薪 但公有管理层续谋已久的阴谋 也在油条不紊的开展 陈诗在乔丹的力宝下拿到了续约 但总经理克劳斯却高调向媒体宣布 这是菲尔留在芝加哥的最后一路 除此之外 皮鹏在休赛期待着对公子的怨念接受了手术 预计新赛之前两个月都无法上场 这一给管理层提供了一个拆三贴三角的理由 于是一向一眼光毒辣著称的克劳斯 向多伦多提出了交易方案 皮鹏换卖第一 1997年算不上选秀大业 壮严是个不务正业的心理学专家 他一进联盟就没有进步肯定 榜眼之后正博得接班人的高位炮台 摊花则是一个朴实到无可救药的传统空温 不过在该年的第九顺位 出现了一个骨骼清气的高中声音 水眼轻松身材高调 双手过膝小腿销魂 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哈达威的粉丝 但模板明显就是蝙蝠下阳 虽然新秀期的麦迪还远达不到皮鹏的高度 但是对于职赛重建的公友队来说 总冠军其实没那么重要 乔丹是芝加哥至高无上的神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工作搭档 因为他眼里容不得沙子 会逼着身边的人也像他那样自虐式的训练 史蒂夫科尔刚来公牛时 就因为无法忍受帮助那张利罪 而在训练营里和他大大出手 但这也是公牛队能创造王朝的根本 或许奥妮儿奶奶也能跟着乔丹夺冠 但前提是他忍得了乔丹的尖酸刻薄 但正是因为帮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老板才无论如何 不会让他进入公有的管理层 因为那样一来 莲斯多夫毕生的心血 就会成为他人的嫁衣 总经理克劳斯成了老板用来制衡的棋子 早年间就是一选择格兰特而折罪乔丹 也是第一个三连关幕后推手的 虽然克劳斯的工作能力无可厚非 对老板来说也绝对忠诚 但是他站在乔丹的对立面 就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拿到了秦桧的角色 注定要背上一冲一蜂蜒之命 不过在交易批蓬这件事上 克劳斯触及了乔丹的底线 这笔买卖最终被帮主一票否决 麦迪的冠军梦也就此作罢 其实从克劳斯的内心来说 他从来没有质疑过乔丹的能力 但在如何管理球队这一点上也不曾区分 于是就有了大巴车上的转怀激励 与其他总经理习惯于在幕后运程帷幄不同 克劳斯非常想和球员一起同样共苦 更衣式训练馆甚至大巴车上都总能看到 这个身高1米5体重200斤的油腻大叔 球员在回程的大巴车一般都会喝点小酒来放松心情 但当一个暗眼的管理人员直勾勾地看着你时 就很难彻底放松下来 有一次帮助心情不佳 混着半毛花生灌离一斤老白杆 有些上头的他习惯性地对着克劳斯口吐吩咐 克劳斯一般情况下都会装聋作哑 因为这是面对那颗鲁蛋的唯一选择 但这一天不知吃错了什么样 非要挑战一下乔丹的口才 然后乔丹很自然的把它喷得体无完肤 事后克劳斯失踪两天 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瘦到180斤 乔丹和克劳斯的矛盾不断激化 皮鹏银商高挂棉战牌 志在冲击第六关的公牛队开局十分疲乱 接二连三的实力 让更衣室变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 赢球是一切矛盾的良药 芝加哥的球迷永远相信那颗鲁蛋会带他们赢球 虽然他即将年满35岁 为了重新唤醒公牛队的总冠军之心 乔丹再次开启毒蛇漠视 他把队友紧紧地骂到了一起 已经习惯这种鞭策的科尔 似乎还有些享受 帮主啊 再猛一点吧 还不够 其实皮鹏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 离不开帮主夜以近日的咒罌 侮辱以及毒荡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 人辱负重 库科奇作为一个鲁丹粉 对乔丹是又惊又怕 每次被他侮辱完后 都会弱弱地说一句 帮主 你伤害到我了 可乔丹绝不会因此而心慈受短 反而会变本加厉地伤害你 然后依笑而过 休斯顿加盟的布兰尔由于不堪重负 选择了结戈而起 那个鲁丹你听着 王侯将向您有种乎 我和你单挑 贝尔托中心一下子安静地下来 然后所有人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期待着好戏正面 禅神听闻消息之后邪恶地笑了笑 他知道布兰尔是克劳斯 在促使莫埃迪之后 苦心挖来的强力小钱 公牛重建的一枚棋子 他年轻力壮 对丹大铺有心得 但是挑战篮球之神 话说回来 布兰尔和乔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 他开局阶段 表现出了旺盛的进攻女马 再次双手扣篮后 已经三比一领先的那颗弩蛋 篮球之神似乎也不过如此 乔丹开始认真了 但布兰尔依旧倔强 两人打到六比六 然后乔丹开起锁方竹子 造成布兰尔进攻失误 接着用一戒扣篮 结束了战斗 当然布兰尔并不服气 两个星期后邀请帮助再战三百回合 结果不出十招 就再次败下阵来 一想到接下来又要回到猎狱般的生活 布兰尔鼓着勇气发出了第三次挑战 帮助不屑的回答 我知道你想击败我 那样你就可以追寻一辈子 可是我呢 多年以后我对子孙们说 我打败过布兰尔 他们只会问 哪个布兰尔 乔丹的最后一屋始终磕磕绊绊 好不容易熬到披风复出 罗德曼又开始躁动不安 陈师 我要请假了 这段时间 秋秋有太多琐事让我分心 我要找个地方重庆集中注意力 罗德曼说的这个地方 是江湖上有名辽商政地 拉斯维加斯 为了更好的修炼 他还特意找了几名女仆陪同 陈师考虑到 罗德曼在披风养商这段时间 表现得像个劳模一样 就给他批了48个小时的假期 罗德曼信誓单单的保证 48小时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战斗力爆棚的大冲 可明察秋毫的帮助 当即就提出了指引 菲尔 你要是让他去了拉斯维加斯 那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陈师自认在驾驭人心这块 拿捏得死死 云淡风轻地说道 麦克尔 我相信他不会骗我 然后48小时过去了 陈师活急活了地找到帮主 麦克尔 你快想想办法 乔丹也不磨叽 星也杀往拉斯维加斯 陈师还是不放心地问道 你知道怎么找他们 帮主不耐烦地回答道 放心 哪地方我熟 据和罗特曼做过七天夫妻的燕心卡门回忆 阿冲喜欢放空自己 和他在一起是份高危之一 有一次乔帮主来酒店捉他 我就躲在旁边的沙发后面 身上盖着被子 吓死了 回到芝加哥后 蝉痴担心地问 小罗 你训练了吗 罗特曼拍着胸团绑着 你放心吧 我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对抗当中 通过这一次修炼 罗特曼在接下来的赛季发挥出色 以场均15个篮板 连续第7次拿到篮板王 而此时的他已经37岁了 与此同时 35岁的乔丹 也拿到了生涯第10座得分王 第5次常规赛MVP 以及第3次全明性MVP 并专门为科比准备了几点剑 可是记者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 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帮主是否会再次归引 公牛队在拿到第6个冠军之前 内部矛盾就已经失调了 禅师准备送克劳斯一板 傻瓜都能当好总经理畅销出 而皮鹏公开表达了 不会再为公牛队打球的决心 唯一不变的 是乔丹拿下第6冠的决心 季后在打奖之后 他在每次比赛前都会洗个澡 然后独自冥想一会儿 一边提前打开Zoom的模式 就这样 即将分崩离析的公牛队 在乔丹的大龄下破篮网 灭黄蜂 又在冬决的舞台 早早确立了2比0的领先优势 但是这一次站在乔丹面前的 是武功大成的夺命剑克 以及梦逸成员上帝左手 回到印尼安呢 步行者队顽强地帮回两场 雷吉米勒还在帮主头上肆意地冻了一把土 嘿 志甲格鲁特 你的时代要结束了 值得一提的是 那一年的步行者在队城公牛前 集体剃光了头发 是要将乔丹拉下身的 事实上 当系列赛被拖进强棋那一刻 步行者就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可向来部队人许怒的篮球之陈 此时却站出了宣誓 第七场我一定会赢 一定会赢 很多年之后 当米勒再次提起这次抢击大战 真正击败他们 并不是轰下28分9篮板8主攻的乔丹 而是替谷出场19分钟 命中三级三分球的柯 当时第四季还剩最后2分钟 双方站着77平 乔丹投篮打铁 披棚拼下一个价值凌晨的前场篮板 而科尔的三分球就像一把匕首 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接下来步行者的信心一窥千里 最终以83比88败下阵 经过西场敖战 遍体鳞肠的公牛再一次登上了总决赛的舞台 但因为胜负关系的劣势 他们在这轮总决赛上并没有主场优势 铁轴油拆变的更稳定 他在去年输掉总决赛的第二天凌晨 就钻进了历练坊 而罗德曼的攻击战术 对他来说也基本免一 总决赛第一战 却是先下一场 乔丹奇迹败坏的质问罗德曼 一昨晚又去夜店玩到了极点 罗德曼也怒了 一个星期有七天一天 有24小时 23小时逛夜店剩下的时间 分分钟都能搞定马龙 乔丹不行了 他已经连续四头不中了 他的腿要断了 这是98年总决赛上 公牛助教老温特的一句感叹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剩2分07秒 公牛队79比83落后 禅师冷静地分析着场上的局势 然后让乔丹自己想办法 结果就是乔丹先用四次罚球追平了比分 然后在最后时刻抢断马龙 晃飞拉塞尔 并用NB历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杀死比赛 这种极致的个人英雄主义 填补了人们对青春所有的遗憾 也同时为这个血淋淋的王朝 划上了句点 由于球员和管理层不可调节的矛盾 人类体育史上最成功的一支球队 在好去六关之后直接空中解体 但相比冠军本身 追逐冠军的过程才是最伟大的 在管理层执意要重建的背景下 这只伤痕累累的公牛 硬实带着满腔悲愤 杀出了一条通往紫金制垫的血路 35岁的乔丹终于完全融入了三角进攻 在总决赛第三战 率队打出96比54的大屠杀 32岁的皮鹏 忍着严重的背伤 一边嚷着要求交易 一边用自己的防守 默默地为球队保驾护航 37岁的罗德曼 但在攻心数被识破之后 硬是用血肉之躯 颤抖铁肘油拆 为宣传WWE立下了汉马功劳 欧罗巴魔术师托尼库科奇 利用自己能从一打到五的全能伸手 让球队在逆境之中始终留有变招 本能成为一名优质得分手的哈珀 化身一名纯防守兼兵 为篮球史上最无解的外围封锁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身体素质平庸的科尔 在总决赛第二战抢到一个关键篮板 帮助公牛避免了0比2落后的绝境 为乔丹驯服的布莱尔 在最后的晚餐上没有抽帮助为大家庆功的大雪茄 而是把它珍藏了起来 1998年休赛期 恩兵陷入了漫长的劳资纠纷 心灰意冷的帮主第二次宣布退役 四大氛围跃跃欲试 江湖再次回到你争我夺的恶性循环 而刚刚结束彩鸟赛集的圣诚师傅 正面无表情地窥视着联盟的未来 晚安